谭博士关门第三次,很代切,多谢博士 否则今天博士在这都不知道是否可以说 不要这么说,那些挑虫小技 你这个世间很神秘的 第一,人的修补能力很强 是你自己帮自己 我们是给你开个Fuse 那条Fuse锁了,说神经接触得不好 他因为一抽抽着喉咙,你封了,你便松不了 他收缩了,你松了他便可以 但我没有落周术 现在松了很多 我没有落周术 那什么是竹油科 竹油科是到清朝最早有唐朝有记载 孙师妹也有写的 清朝时你们看的医书也有落过竹油十三科 他有一个部门专负出竹油 那些是属于以前的皇帝那种禁 那些叫做验咒術 验握術 即是有些人拿一些公仔 刀的那些 禁的禁的,禁的禁的 在后宫手上,很严重的 所以那些是另类的学问 不是每个都禁的 不是每个都禁的 好像有些人问我 佛门有那么多咒,究竟有没有效呢 效果一定有 但不是那么多人可以练到那个境界 不是那么多人练到那个境界 分得很微细 咒術其实是声频的術来的 譬如现在你在上网在印度 最普通你身体不舒服 有些声频治疗的 有些物龙在这里,你听它有帮助 人体的浸频是有领略的 特别是嗡音 嗡字的咒音 是跟所有物质可以起到同步的共振 共振,很奇怪 第二个音就没有这个作用 我们佛门的咒術 佛祖就不赞成弟子用咒術 但是后期为何会用呢 因为很多弟子出去混游四海 又有些蚊 又有些蛇虫鼠蚁 又有些弟子在生痔瘡 生痔瘡也有个痔瘡的咒 这种痔瘡咒是和你解毒的 所以在他们的记载 在近代有些人练过化解痔瘡咒 痔瘡也是属于那些瘤的一类 有些痔瘡也会痔瘡咒 但你如果练成这样 我相信不是随便练口网就可以了 如果正式的咒術 就一定有传承的 如果在Youtube听到培咒 效果就比较弱 你那个练口网 属于怎样说 应募学士 也不知自己说什么 是的,你自己用不到那种力 因为有很多秘密在 你用这盘咒的时间 你想目的是什么 根据你的目的 就有不同的念法 根据你的目的 有不同的时辰 就算正式我们在足柔科医病 都有子鹰流珠 又有人体的心肝脾肺腎 但我来跟你看的时间 选择哪个时辰比较有效 去到很微小 有些半夜才跟你医病 有些药就晚上喝好一些 有些早上喝 所以一去到就比较精细 很精细 但如果佛学的有人问这些咒術 最好是一身人持一盘咒 因为他一切职一 一职一切 万变不离其中 最重要是 不是外面这个咒有力给你 这个咒只不过是一个 辅助性的工具 他负载性的工具 利子他无法解释 如果他那盘咒说 有得解释给你听的话 就不靓了 他力量是利子 无法解释 你只听着音 但最重要是 你念咒的时候的方法 最重要是 这个要有诗诚 有诗诚 高声、小声、中声、金刚慈 有几百种慈咒的方法 我们就属于叫做慈明行者 慈明行者就是 明就是咒術令到你通明 即我们俗称叫做通灵 即跟那个空性的世界可以共鸣 我修持这个法为主 所以我们叫做慈明行者 但在咒術成就的 在世间以前也不少人 有几载近代的高增 就是在中国有个普金斯 普金斯 自己可以设计了一盘普金咒 普金咒就是入伙 淨土最大作用 即每一个地方 你新入伙 以前有人住过 就不知道有没有人死过 在一间屋里 特别是凶炸 你进入去 你练一盘普金咒 就有它的作用 有些咒有不同的用法 但如果你修持到成就 任何盘咒都有这样的功能 又很奇怪 但最难练得好就是一字咒 一个阴 一个阴 我在念的咒術 我都挺努力 我个人的行词 因为当年有个大活佛 跟着我一起去周游列国访问 后来他跟那些徒弟说 那个孙生很努力 他见我含着坐 也有羞耻 这个是讲个人的修为 但有很多禁忌 有些咒 如果没有人告诉你 那个禁忌 就要小心 不能练得的 很能量着的 譬如说你对眼看见对面窗门 刚刚对面的人在落降头 你在念那盆咒 你不知道但你对眼看见 他会出事 是 出事 即是你的眼神到 你的咒就到了 所以有很多禁忌 所以为何在古印度的密报 就是秘密报 现在来西藏 就叫做密宗 密宗就有很多咒術 你都知道 是 但有很多不外存 但他现在近代有很多散修修 不是那么多人做得好 譬如说你普通的静心咒 就没有什么人去上课 你说今天我们师傅 下个礼拜开个财神法会 有很多人来 这么多人 是否好笑 那我就教我财神咒给你念一下 那你便可以念口说 很古怪的 世家 是这些东西才有修舍 我当时就这样问他们 我觉得他们来人的喇嘛 不用走老 某些西藏连引到恒散 有金有蛇就有 那需要走老 是吧 但这里又要补充 因为要补充 因为西藏是边地 尼柏与西藏 印度属于很多是边地 所以那个贫富延持不重要 那么多人吃苦 那叫边地 边地的人我们俗称叫叶障重 即是没有福气的人 好了 在我们佛学 有一个记载 有一个大菩萨 叫虚空状菩萨 他的功夫厉害了 他一说几句话 在一个空间 一手一拿 你喜欢要黄金 要珠宝都有 随手一拿就有了 那么厉害 好了 那就有人问他了 喂 大菩萨 你这么多法术 等于你问上帝了 你这么大威力 你搞得那么多战祸 有些人有没有饭吃 你做些人出来 那搞什么 有人问虚空状菩萨 虚空状菩萨就说了一句说话 众心热障重 菩萨不敢施 即是明知这个臭小子 是败家子 你怎么会给他钱呢 老爸都不给 别说是外人 对不对 你越给他就越败 是的 大麻烦你就会害他 所以有这样的阻解 有这样的理论在 即这是业障的问题 等于我们也不是 立刻教别人行法 心术不正 等于你学神法 学神功 有些师傅也不是立刻收徒弟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秘技 但以前导家的人 他修炼上深山 他突然间有时有轻牙痛 譬如有些病 导家有很多导述 他们都是用这些 有很多导述 因为你找不到医生 他通常导家的导医 多数都懂一些普通的中药草药用 他们在导家有很多导家 有很多导述导家 有很多导述 导家 他们各方面都有 有他们的方法 这对他人有什么常识? 还有全真教还可以练到用手指 一点额头都可以医病 全真教也有 如果在近代 天德圣教,你有听过吗? 听过 天德圣教也挺厉害的 他们很多是医人有效 而且也要讲一句比较实际的科学性 这种学物是人都有这种力量的 是你不知道的 所以你要耶稣教、回教、天主教、印度教 你就算没有宗教信任的人 只要你肯收心、行善积德 因为你那种力量会出来的 你会有灵感 就会医人 会看到人的病在哪里 因为整个医学 都在身体里的过程 你会感觉到 感觉到这样就有什么不妥了 就不是说你不需要找医生 对啊 譬如我们刚刚去的地方 高山上你哪里找医生的? 不用的 那你靠什么呢? 不用的,他们要靠自己去医自己 所以在古印度就要练习Yoga 练习Yoga是草药 而且有些用手法和你通经络就好了 因为他们知道人体的自我修补功能是很厉害的 强于医生的 这些动物也是的 心三野你怎么医 对啊 又热又冬 又受伤又被人咬伤 这些动物会自己会医的 这些动物很敏感才会找草药 对啊 那你难道他说他看儿子去找兽医? 那怎样有兽医给你听? 不不不,现在兽医富贵的 我听回来 开开刀也十皮八皮 是的,那些宠物很贵的 看医生 但他送个老爸去看医生是不捨得的 送个狗仔去看医生是很捨得的 没有感情投射的问题 不敢评论了 这些是他们个人的恩怨 世间人他每个人都有很多自己特立道行的 很多解释的 很多藉口 他请老爸喝茶也有藉口 他不请也有藉口 但是我觉得个个现在逢因有些什么事 但医生我觉得未必有这样的需要 医生要看,但要知道看什么医生 才会对你帮助 好,给一点经验 凡是有些毛病 你会找家庭医生 就去那个慈善机构 找到五十多岁以上的 如果六十岁 还有出来做二诊的 大家不妨问他多一些意见 因为以前学医多数是世家子弟 他年纪大了 他退休下来 又不需要 他找个慈善机构 挂单 在那儿坐在那儿帮人看 收好便宜 例如那些乐善堂 人爱堂 中医前线社 那些老的医生 无论中医西医 都有个人生人熟在那儿 多数 他都不忧茶有什么迷 他是行医制势的 所以大家要选 如果你去中环 或者去铜锣湾 尝一嘴 那些名价级名客 我会祝你好运 现在抵生越来越贵 有些是不贵的 其实香港医疗 政府都做得挺好的 只不过他们有很多医疗错培 有很多是浪费了资源 社会是有很多问题的 大家团结 多些说好香港故事 如果他说不要唱《榮光》 那唱什么歌呢 你就请教一下曾玉成 公联会、民建联会 麻烦你问一下 问问问民政局 阿娟姐 现在唱什么歌好 你一唱夜唱 就唱一首 你说什么歌都没有唱 你只要叫喊口号 喊口号 喊口号 那就可以了 也没所谓 你不就当是游戏 还有一个题目 我们要讲的 我们有了钱 那怎么去表现自己呢 用钱表现是很低档的 你最好自己是一种技能 你写书法好 足企厉害 有一个特别的懒猛技能 例如我教英 我有一位朋友 教英武很厉害的 有一个番名叫英武女 他有几个英武 说话口齿伶俐 即是说你在你的圈子里 你都不是看你没有钱 用你的技能 这个才是得人尊重 你用钱有时候你会召忌 还有大家比较 你会输给人 我说你的手袋十万人 那我三万 你就不跟他一样 我觉得 但人要借这种奢侈品来 提高自己在同辈之间的价值 你都是上中心的 如果人连这种斗志都没有 就很大麻烦 但就不要说虚荣心 又买得起的 不是链卡的欠钱的 就买 如果你链卡买 又不赚钱 就很大麻烦 因为它的价值很贵 它买上去也很大麻烦 是的 计算是三十几厘的价值 是的 所以大家就要 你自己有这样的钱 自己找些东西来玩一下 但你玩这些 那么随俗 就是很价值的 你要选择一些东西 懂得玩 才会合你的身份 即是比较冷碗 人家是觉得你是付出过努力才有成就 那个是比较深的 好像我们说过佛 我印了一本《金刚经》 这个就比较深的 如果网友喜欢 你就 星期四或星期六 下午四点后到七点 来我们天后店请 我们就不收钱 但随缘落座 你付下的钱 就要跟你做社会工作 因为为何我选择这个 我是选康熙皇帝首书 康熙玉笔 这是康熙玉笔 康熙玉笔 康熙字真是漂亮的 不是说笑的 整套《金刚经》 这个有康熙的皇帝语印 是康熙玉笔 这个是我们印尼送给人的 大家可以 他的字真是漂亮的 为何在清朝都有这么多八年安定呢 我说是圣志信佛 康熙信佛 康熙信佛 康熙真的为妈妈抄金刚经 康熙皇帝经常抄心经 康熙玉笔 我带上去有个翡翠 我特别设计的 把权龙皇帝的心经 刻在翡翠石上 我拿出来为东华山的筹盘而卖 大家可以看到 旁边有个花道 然后旁边有个小牌 就是《佳大欢喜》 也是康熙的手书 我抄了《佳大欢喜》 这四个字 《佳大欢喜》 就挑了《洛国斐翠》 那时我搬出来 很漂亮的 康熙写字 他很用心思写 你不可以真的为我妈妈写 所以我做了这本 这个是我的宗字 红色这个 我自己用的 这个是我设计的 类似宗字 这个是《DOTAR COX》 大家的时间 就去天后庄寺 天后庄寺14号上层 即入口的黄龙道 我正门在黄龙道入口 你进去就请本《金刚经》 不多的 因为这本经 如果你是有父母 或者有些堕胎的人 落仔 落仔了 或者有些早上 以前的祖先 带放后 塞散 不知葬得不好 或者葬的地方不好 你就自己生日那天 就练一本《金刚经》 就为先人去练 将功德回向给他 捐一百零百元给保良局 或者给董华三院 千万不要摆椅子 对 因为坐上去 你坐上去的人 会放屁 不干净 不要放在床上 放好他 通常用金刚经 用三个手指拿 不可以用五个手指 哦 这个真的不讲真 对 用三个手指拿 而且拿经书 不要低过护头带 嗯 这个很奇怪 你不见到佛庙 你不见到佛塔 建一个佛塔很贵 是 很多钱 但如果在家里 把这本《金刚经》 摆好 把这本《金刚经》 摆好 有一个很优静的地方 这个代表是一个塔 哦 你可以绕塔 是的 功德大 比佛塔 嗯 因为它是一个发生舍利 嗯 即是释迦牟尼 留下的发生舍利 就和普通舍利塔的功力更大 嗯 《金刚经》 如果大家要看 你就可以上网 看那个 呃 糟了 我的嘴唇 语 《港义》是写得非常好的 嗯 我将来要搜索才告诉大家 想到下次告诉大家 是的 因为你普通看《金刚经》 你很难 很深 很难识解 嗯 因为它在佛门看经 要有人教的 中体用症 嗯 入门不可以看《金刚经》 哦 那些人不知道的 嗯 明中显体 喜用 这个是静的 《金刚经》 《金刚经》 《金刚经》正入法界 《江味龙大居士》 《江味龙大居士》 《江何我江》 《味道过味》 《龙叶过龙》 嗯 大家上网搜索《江味龙大居士》 owned 《环犯 wai mig龙》 《 witch that's fake》 《青药士》 《黙导次》 《金刚经》 有收过东吻,江眉龙大居士是出家人没有他的境界, 写不到那个境界。你看完他的注疏, 我相信你就比一年大学好。 大家上网搜索,江眉龙大居士,金刚经注疏。 我个人,人家有更好的东西,如果更写得比好的,通知我。 我们都不停学习。 但到我现在为止,我看不到《金刚经注疏》, 只有大居士那本写得好,超过出家人的注疏。 这么厚,这么大本也不简单。 另外介绍,我们贴了上去,我有些佛画, 我有个画展,那些是身份象征的, 就是说别人怎样去show cally, 我摆到展览的藏品出来,那些是show cally的。 不是说笑,你可以有藏品, 你不用买名牌。 是吗? 是吗? 我免费的地方, 置地不是那么容易给地方, 但我4千多尺,交易广场, 放了一个星期, 我帖出来,文匯报是整版的, 我做了画展和藏品。 画家就是维巴拉沙拉画家, 我们铺出来, 在世界上,能够卡斯特罗见的都不简单。 加斯特罗不见人的, 因为他被CIA行刺千多次, 不死,是吗? 加斯特罗,印度甘地, 还有其他总统那些, 我就没有登了, 我就登印度甘地, 加斯特罗见他, 我和威巴拉沙拉在一起。 后期他在天壇大佛建庙, 他的画, 由天壇大佛的主持, 找我师兄来找我, 希望我请这位大和尚艺术家, 跟天壇大佛说几幅画, 我说不用了, 我送给他们。 我就付钱去英国买最漂亮的画布, 然后请了大画家, 法师画家, 就来香港, 在天壇大佛, 现在大佛内的四幅画是我送的。 大家有很多人上去看过, 有一位大佛内拢, 一望上, 有四幅很大的, 就是我的藏品。 他copy 了我的藏品, 放了上去, 他亲手画的。 这个就是兰卡的总统, 我们三个排队坐, 我们不是站在那里拍照, 不是酒会同意拍照, 是正式坐在那里, 凡是拍照坐在那里, 就是另一回事, 另外一个陈次关系来的。 这个威巴拉沙尔法师, 他有甚麽利害呢? 保莲子请他去第一次看地方, 戴佛装好了, 他就在里面画画, 他在底下看上去, 他说, 差了三寸, 由左到头顶, 旁边的额想居士, 是否这样? 后来找那个测量师来, 过了几天他们来, 真是他的炮眼。 他不用睡觉, 可以站在那里睡觉, 他周围在里面, 他最早六十年代已经去苏联, 我去苏联工作就是他的关系, 大家告诉我, 就是威巴拉沙尔, 推荐哥巴奇夫, 请我去苏联讲课, 所以他是我的贵人, 但他和我在世界上拍档, 做了几十年工作, 他第一次见我, 就和我师兄说, 我见到郭先生, 我心很热的, 他说这个姓郭的人, 和我前世一起做过事, 他有这样的感觉, 告诉我, 大家慢慢欣赏这些佛话, 真的听听郭博士很多这些故事?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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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达官贵人, 皇帝, 皇子, 因为我在国际上见很多人, 每个都有很多, 传奇故事, 很多传奇故事, 因为卡斯特罗很少见人, 不见的, 你为何会见你呢? 因为是苏联集团的人, 因为卡斯特罗不是我们苏共集团的, 所以自己有才能见到的, 是吧? 古巴黎基几乎有事, 是的, 所以是另去的, 等于我们最近, 我们贴出来兰卡做工作, 去到人家政会派警察, 军警和我开路,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身份的象征, 不是说你这些口说, 吹嘴是没用的, 这些不是用钱, 你就是买东西, 你现在有钱人, 就算是马斯克, 那些美国佬拍板罚你, 一千万美金罚他, 好像是吧? 不只一千万美金, 不只一千万美金, 一千万美金会反映, 是的, 罚企有很多钱, 现在很多大战都回到中国, 一拍板有些钱都不肯回去收, 是的, 因为在社会, 你的钱都是权贵权贵, 你富贵不够力, 富贵一定要有权, 有权, 你没权就无力, 所以你便是 好了, 今天很精彩, 今天到此为止, 下个星期再继续, 大家请金刚经,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时间, 最重要是适用, 心怀正念, 柱变不惊, 不要听我们最近有些网上传媒, 引用习先生的讲话, 说荊涂蟹浪, 风高浪急, 他是要形容, 叫党内的人打气, 大家不要害虑, 因为现在国际形势很严敢, 但有些人在网上炒作, 炒到就说, 哇, 仆街坏了, 中国人很命硬的, 几千年文化, 怎会区区那十年八载的挫折, 对吧? 你想想, 在六十年代, 七四年代, 文化大革命一窮二百都能起身, 不要说现在这么厚的底, 对不对? 等吧, 给点耐性, 下个星期见, 拜拜 извин 别 solutions 隐忍 我们在哪战 和快乐团装 在哪战 和快乐团装 马快乐团装 让我们谈到 和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分享一下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 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